另外就想傳出來說 再給下個禮拜 柯文哲的周邊有幾個關鍵的人物 都會收到傳票 都會被約談 現在大家非常好奇 到底是誰 因為現在整個政壇眾說紛紜 甚至 我都沒有想到 連蔡壁如都被點名了 寶萊哥現在出大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民眾黨 我們現在講 黃珊珊 陳佩琪 陳志祥 蔡壁如 基本上來講 男性 已經我們講完全陣亡了 因為柯文哲倒了吧 對 剩下這些年 連祖宇修都被約談了 終於就臉都青了綠掉了 走出來了 原本講說受果謹存的 只剩下母姐會娘子君 結果現在肥姐 只是我講 一個消息出來 這個禮拜 就這個禮拜 即向要約談其中一位 女性重量級大咖 所以當然現在四個 每個都原諒自偉 大家都猜說到底是誰嗎 有人講說 會不會是黃珊珊 但我講不是黃珊珊 不是黃珊珊 他直接走出來說 沒有我沒有收到傳票 跟我不管那 金華城 我都完全沒有關係 這麼厲害 他現在閃圓圓了吧 所以黃珊珊還逮不到 那再來有人懷疑說會不會是陳佩琪 佩琪 因為佩琪很簡單嘛 整個私葬 內葬 到買豪宅 到這個數鈔票 搭搭搭搭 所以如果約談他有可能啊 但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可能不是陳佩琪 因為陳佩琪一定是留到最後那一刻 要收網 要扶起來 整個全部都繞起來的時候 才會去動陳佩琪嘛 扶酒廷王爹 他是那個王爹 這不是陳佩琪的規格嘛 我們要處理董娘的絕對是我們講的 抬花椒去把它抬過來去背檢嘛 所以大家懷疑說 再來最有可能就是這兩個 一個叫陳志涵 一個叫蔡壁琪 那為什麼會說懷疑到蔡壁琪 最主要那封信 392到560 那個時間點跟現在我們講的 560到840是不一樣的喔 但那時候請問一下 朱雅虎跟誰陳情 蔡姐 他是不是寫信就找蔡壁琪嘛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脈絡 從這個來爬出來看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蔡壁琪有非常高度的可能性喔 因為你看喔 土林周明 我們講的 回國後 金華城 陳情仁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長拜會 因為他們當時真的到560了 對嘛 所以那時候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是不是有監察委員 那蔡壁琪當中我們沒有扮演角色 所以如果392 560有問題 蔡壁琪也會出問題 所以牽連這麼廣 但還有第二種可能喔 各位為什麼也有可能蔡壁琪 因為蔡壁琪是動望基金會曾經的董事 他們現在說 要去查蔡壁琪最主要是因為 懷疑眾望基金會當初成立的資金來源 很有可能就有問題 因為不管是中方 不管是新故鄉寶壁琪 請問一下 背後都是誰 李文中嘛 李文中跟誰趴頭 朱雅舞嘛 所以合理懷疑就是說 如果說朱雅舞 當時把這些張的款項 匯款 提供給李文中 而李文中把這樣的錢 拿去作為基金會的陳立跟石佑 蔡壁琪這邊也會跑不掉 但各位 還有一個誰 就陳志漢嘛 陳志漢講過說說說說說說 說說哎呀 下一個劉寶傑和屋子家 董事長都要被約談的真是高招 所以寶德哥 你要理解這個概念喔 我要被約談 那屋子下也被約談 嚇死了 你要理解一個概念喔 這個概念最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這些人我請問一下 跟鞏固土利罪有沒有關 在我看來關聯甚小 因為土利罪要鞏固才是減掉 現在當成罪的問題 再第二件事情 請問跟金流有沒有關 除非說只有唯一蔡壁爐 可能性比較高 但那個東西也是基金會的成立 現在已經確認的是 包括1500萬的交付 包括我們講210萬 事實上金流部分 去扯到這四個人 影響不大 唯一一個最重要的可能是什麼 如同剛才吳子佳同事長講的 USB 我兩個人 那個名單有40個人喔 我兩個人 兩個人 一個人 慢慢臨詞你 我四個月把這些建商 這些老闆 一個一個叫來 但不要忘了 還有另外一邊可以臨詞 是誰 民眾黨啊 周渝修 我是不是把你叫來 戴宇文 其實在戴宇文 是會跟這個案件有什麼大關聯 所以你如果從政治的角度上來看 要修理民眾黨 要讓那個大嘴巴閉嘴 陳志翰 這個陳志翰 絕對是最好人捲 真的高招 好 舞蹈 你的好朋友 李饒曾經講過一個 他怎麼做學問 上窮必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 我現在看到北遣在辦這個案子 也有那種上窮必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 搞得根本不是五大案 六大案 你而且恐怖在哪裡 恐怖是你跟柯文哲 我只要查到你有任何金流往來的 我全部要查清楚 我認為這個禮拜 或是為不久的將來 要約蔡壁如的可能性 有非常大非常大 真的假的 我個人認為超過五成以上的機會 要約蔡壁如 蔡壁如太重要了 因為蔡壁如 第一個跟柯文哲現在關係惡劣 然後他第二個 他高度的仇恨這個陳志涵跟黃珊珊 所以只要約蔡壁如去 蔡壁如可以講五個小時講不完 我跟你講 可以多去幾次 證人費一次五百多塊錢 可以多給他 因為像台中回來 可以給他兩千塊 所以我建議北檢 確實應該要早點約蔡壁如 那不是 所以蔡壁如不是 他不是這個共犯 但是他是最好的這個偵察官 他知道太多故事 他知道太多秘密 誰跟誰怎樣 誰跟誰拍拖 誰跟誰吃飯 那誰跟誰怎樣唱歌 他通通知道 是找就給找他了 他第一次知道一大堆 這個蔡姐什麼蔡媽 蔡妹都可以 那個豬牙虎那個不是重要的 我們民進黨這個洪建議員 他是個土包子 他不懂嘛 檢察官當然想約蔡壁如 但是不是問他有沒有涉案 是請他提供他們這些傢伙的人脈關係 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嘛 他太了解了 每一個人都是蔡壁如帶出來的 他們身上幾根毛 蔡壁如清清楚楚 只要預約 而且要給他多一點時間給他 要多給他舉杯咖啡 讓他慢慢談 他可以講非常多的內幕給大家聽 我們看到今天下午那個大場面 你現在可能有一點政治明感 都知道說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那是傷心動骨 因為現在不是查柯文哲 現在整個民眾黨的政治先進都要查去 如果民眾黨的政治先進都要查去 就代表現在已經警告你了 任何人 你只要跟民眾黨往來的話 你都會被尖命做記 這個狀況下的話 那民眾黨以後還要募款嗎 以後你還想要這些 跟這些人有所來往 取得政治現金嗎 就是還有人 沒錯 今天下午了解連一個大動作 就約談了十一個政商民流 這十一個政商民流的說話 他們就是有捐錢給民眾黨 這裡面有媒體大亨 有博弈大亨 還有包括說基隆市的副市長等等人 這麼多人來說 結果沒想到 陳志涵居然說什麼 好像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寶貝跟你講他們完全搞錯 把喪事當成喜事來辦 不是他們一直把喪事當喜事辦的 他我不懂是 我剛剛算一算 我到現在差不多為止 我跑了36年的記者 36年的記者 我也看過很多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民眾黨 這群人有奔到這種程度的 沒錯 他們完全搞錯 這個邏輯跟方向 他們是跟大家的看法 完全相反的 而且他們真的是完全錯誤 為什麼這樣講 寶貝今天約談了這11個人 這11個人 我跟大家講 這個大家已經跟金華城無關了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現在已經進入 最後的拼圖時間 我跟你講 現在金華城只差幾個人 第一個就是 你審計經驗的口供 還有你李文仲 你到底要不要認罪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講到的橘子 他跑到國外去 這是什麼 他的錢 他的冷錢包 那些最重要的東西 錢袋子 好 所以你只要把它摳回來 或是這樣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就結束了 但是呢 寶貝現在 現在是對什麼 對整個柯文哲 還有民眾黨的終極施壓 為什麼叫終極施壓 什麼叫終極施壓 對 因為第一個 這些人是什麼 是在總統大選的時間 他捐錢給這個柯文哲 捐給民眾黨的嘛 很多人捐的錢其實不多 但你看他們今天被約談 以後他會怎麼覺得 我就捐這個錢給柯文哲 就沒想到 我居然要被約談 這麼麻煩的這個狀況 所以未來很多人 會對這個跟民眾黨往來的時候 而且我今天被約談的時候 你還在笑我 你要這些金主會怎麼想 我被約談 結果你們陳真還在笑我 那你知道 他們會覺得說 我明明是全錢給你們老闆 結果你還來反倒的笑過 所以我就說 這完全是邏輯錯誤 而且這些在查下去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 我在摸的是 除了金華城的金流之外 所有政治獻金的金流 我把它查了一清二楚 全部要查 要查的時候 現在開始要查 所以你政治獻金裡面 有多少骯髒誤會的東西 現在才剛到開始 政治獻金這個案子裡面 牽扯到的是你民眾黨 很多人喔 有傳染你民眾 不是只有科文者 上下棋手 上下棋手這麼多喔 然後往木可裡面去的時候 往你們政治獻金裡面去的時候 你們內部的這個計權總部的時候 欸 寶姐 裡面很多人可能都會一一個中獎 結果你居然還在那邊說 啊 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你完全不知道 你已經真的大禍臨頭了 因為剛剛講的 今天有一個人是你們嘉義市的文人 就是陳銀柱 剛剛講的 如果是在台灣政壇熟悉這個人的話 他是語錄近戰的 他是大老闆 他的事業其實也不在台灣 跟你說你今天很多人來的時候 他基本上 你大概有求必應 對 照一講他不是給一個政黨 他說每個政黨都給 那如果這種人 你今天都約談代表什麼 你今天任何人 你今天即使跟民眾黨 沒有任何對價關係 對 你捐錢了給了民眾黨 你都會有麻煩 那如果我現在有這個麻煩 以後 誰還要跟民眾黨打交道呢 對 實際上今天被約談了幾個 這個大亨來說 他們捐的錢都不算大 以他們的身家規模來說 一百多萬那算得了什麼 但是你看現在都這樣子 都要被約談 所以表示什麼 檢調是真的要開始去摸 你民眾黨的底細 摸你民眾黨所有的金流 跟你所有往來的任何人 我要把你摸得一清二楚 每一筆錢都要查 每一筆都要摸一清二楚 那這個其實對民眾黨來說 你們禁得起這樣子去摸 你們的底細嗎 結果你們還在那邊嘲笑 所以說你們真的完全搞錯了一個方向 好的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 今天又喘睡 誒 之前吳董覺得在講 為什麼沒有查屈子 對 屈子才是他真正的天生秘書 而且屈子一直都是跟著 這個柯文哲跟進跟出 他對柯文哲來講一定是最了解 對 吳董在我們節目講 屈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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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了半天 對 他在應小微被抓的前一天 對 跟應小微一樣 是 坐飛機已經跑到日本 而且現在查說說 後面有很多跟錢有關的重要資訊 對 就在他的身上 而且妙子妙在哪裡呢 妙是妙在 剛好柯文哲的兒子也在日本 對沒錯 我們看之前李文中 還有包括說朱雅虎 他們對這個擠壓裁定書裡面 都有講到一點 就是說被告的這個 這個免脫罪責 有可能利用共犯 還有牽扯本案的相關利害人員 或是這個共犯 或是這個影響這個所謂 共犯或是證人 但裡面說什麼 有潛在的共犯或是證人 還沒有到案 兩個人的裁定書都是這樣 那你想說哪一個人 會跟他們完全連在一起 如果今天傳出來是橘子的話 那一點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橘子本身 他就是比李文中更加重要的 幕後的大帳房 李文中管的是什麼 整個帳幕的流程或是怎樣 但是橘子現在管的是什麼 他真正的錢是真的在他手上 內障在手上 內障在手上 內障在手上不是只有他做之外的 還有錢真的在他身上 寶傑不是現在傳言說 他8月27號要跑掉的時候 柯文哲還跟他說 把錢好好的管好 寶傑請問他錢好好的管好 他是說管誰的錢 當然不是 是我的錢你要好好管好 你要跑到日本去好好管好 所以告訴你什麼 許子瑜他現在真的 手上有的是柯文哲真正的錢 或許很多類似的金要 账物什麼什麼 全部都在身上 所以現在他又剛好在這個時候 跑到日本去 柯富瑤現在就在日本 那兩個人在這個地方 我的錢你好好管好 到哪裡哪裡去 會不會去找柯富瑤 另外就是說 因為他在8月27號的時候 跑掉了 那8月27號的時候 聽說了 8月27號的時候 應曉薇也要跑 他們兩個頭一天 所以告訴你什麼 他們幕後已經知道 有這個訊息 人家知道說 8月27號的時候 大家就要開始 要出事了 要出事 他們趕快先跑 那你要先跑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 通常要叫你跑 一定是最重要嗎 這個應曉薇 可能是這個 沈進去說你跑吧 另外一個柯文哲 他就只有點名許子瑜 你走吧 所以顯見許子瑜 或是許子瑜說 對柯文哲到底有多麼重要 對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 現在整個人都已經非常清楚 一個是朱雅虎 另外一個是沈進 另外一個是李文忠 一個是沈進 另外一個是許子瑜 這43個人都到案 都說明了之後 這個金華城案子 就已經破了 所以現在呢 要摸的是下個案子 也就是說 今天約談的 這11個人 其實是敲響了 要開始查 所謂的民眾黨的金流 民眾黨其實真的是 大難臨頭了 歡迎收看各位觀眾見識客 今天我們看到簡連帶位 繽紛29路進行搜索 而這個搜索 照理講是非常隱密的 為什麼會突然被大家知道 原來關鍵 許姆今天這個動作 真的太奇怪 他說他沒有被約談 他說他跟所有的案子 都沒有關係 你沒有約談 你跟所有的案子 都沒有關係 你幹嘛今天背了一個背包 然後跑到廉政署 只有你去嗎 不是只有你去 你前面那個光頭 就是柯文哲的秘書 柯文哲的律師 你幹嘛跟著律師去連政署 然後去到那邊打個招呼 晃了一圈 你就走掉了 但也就是因為你這樣的一個動作 打草精神 大家發現 今天有事發生 今天有什麼事發生 今天就是簡連 繽紛29路 繽紛29路 這不是講嗎 已經把威京集團搜了一遍 已經把威京集團的子公司 全部搜索 就今天不是大動作 你看今天傳說 連我們看到 沈慶京的這個秘書 貼身的秘書 今天都被約談了 而且許有很多 你覺得非常不重要的人物 也都在約談的範圍內 所以大家不僅好奇是 為什麼今天要做這個大動作 而今天這個大動作 真的會讓案情整個波雲見日嗎 這樣整個案子 開始槓上開花嗎 所以師兄 怎麼可能這樣 今天現在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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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沈慶京的秘書都被查了 對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疑似是沈慶京的秘書 進入到這個 我們相關的單位 被約談的一個情形 今天是這樣子的 今天簡連一共出動了這個 約莫是29路 29路來說找了非常多人 搜索非常多地方的時候 有約談的16個人 16個人裡面來說 有10個是被告 有6個是證人 那這到底是誰呢 這些人是誰 過去我們都 除了朱雅虎 我們知道之外 其他被告還有其他證人 到底是誰 我們現在才知道說 原來這裡面來說 包括說像柯文哲的水護 陳文忠有在內 這個是柯文哲貼身水護 跟了柯文哲6年的貼身水護 今天也是證人 對 另外一個就是來自 可能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可能是被傳出來說是 可能是沈慶經的相關的這個基要秘書 還有他相關的這個秘書 還有尤其是怎樣 今天有很多人是這樣 是說是金華城或是威京集團的基層員工 還有包括說像是民眾黨的部分黨工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報警我們講 事實上我們不是都一直在懷疑 這個錢的流向到底是怎麼流到他們雙方 如果是透過 因為一定不可能是沈慶經親自動手 是不是透過這些員工 然後在那邊動手 還是說檢調查到什麼 這些員工會不會就是當初 會999999給柯文哲認證 他們是不是相關知道這些 所以才會為什麼要約談很多基層員工 這就是可能會找到金流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而且我們今天不是講嗎 今天的許甫的動作真的太特別了 他今天突然出現在連證書 那他講許甫你是不是被約談了 你到底是證人你還是被告 而且我們講的許甫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他的太太是從牆鐵壁 那個子彈臉是打不穿的 只有許甫通常會有破綻的 會講實話的都是許甫 難道你今天被破口嗎 難道你今天被約談嗎 沒有 他不是被告他也不是證人 他今天沒有約談他 那不是你你幹嘛去 今天我們看到媒體就講 就是因為許甫跟著律師莫名其妙跑到連證署 整個搜索行動才曝光的 沒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許甫他來到這個連證署 那連證署當時就有很多人問說 你是被約談還是怎麼樣 他說沒有我不是被約談 那你是證人嗎也不是 那你來這邊幹什麼 他說我就是來交一些資料 那好像有交資料嗎 我們不知道他有沒有交資料 他沒有交資料 那他到底來這邊幹什麼呢 寶傑現在就有 他在破局的嗎 媒體就說他可能就是 來了之後讓媒體知道說 好像今天原來簡靈有動作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剛才不是講嗎 因為今天還有約談民眾黨的黨功喔 所以民眾黨他是不是來破這個 民眾黨黨功這個 他是在跟大家通報說 現在有在約談一些人 還是在我們不知道他到底 為什麼會到連證署去這個地方 不是你今天因為你許甫這件事情 建光了建光就知道進行搜索了 進行搜索了 柯文哲就知道了 對好那我們就講嘛 為什麼目前為止來說 檢聯好像新一波的辦案 要往上開始拉伸了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案件 一直沒辦法突破的時候 會導致什麼呢 導致民眾對於說 你的案子辦不下去啊 這個柯文哲好像 慢慢慢慢就有人 會開始同情柯文哲 這樣看起來就不正記嘛 你就不要這樣 這種聲譽會慢慢出現 出來了 因為我們知道 你一直沒有辦法給他 證明有金流嘛 這樣民眾黨的反彈 也會越來越大嘛 所以你看到民調的 這個出現數字就是說 你看對比柯文哲 跟對比我們賴清德總統的信任度 或是他們的狀況來說 柯文哲照理說被關起來的話 信任度再繼續往下破滴 但是他們有破滴 穩住了 那反而是我們賴總統的 這個信任度是往下滑的 為什麼往下滑 當然你可以解釋說 最近有很多其他執政的因素 但是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這個案子 你要打他啊 你要這個 你要打黑這些 你沒有辦法放下去啊 你要打出成果啊 你目前打不出成果 打不出成果的時候 大家就認為說 你可能是壓人取共啊 這些聲音會慢慢出現 所以在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你看到了賴清德的信任度 掉了六個百分點 他的不信任度高了八個百分點 對 而你看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這個所謂的信任度 沒有什麼大變化 23.4 23.5 其實一樣 對 他的不信任度其實是稍稍下滑了 兩個百分點 對 也就是說 如果柯文哲的計畫成案 沒有重大突破的時候 這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對賴清德總統的這個信任度 會稍微影響 這兩個會形成 一個微妙的這個關係的 互動的這個變化 那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 今天不是傳出非常多消息嗎 就是傳言這個 接下來陳佩琪退休之後 恐怕他也會被檢 檢調相關的單位 約談的一個情形啊 那包括說我們 我們目前為止 我們調查局又啟動了這個 聯合的這個所謂 金流茶器的中心 跟國際愛格盟組 就是開始聯繫了 好像看起來好像是有一些 新的金流出現 所以才會有今天 我覺得今天比較奇妙的是說 因為他約談了這些人 他說是金華城 或者說像民眾黨的基層員工 跟黨工 那這個 到底說這個案子裡面 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剛剛講的 今天不是兵方而久入 查了16個人 16個人有的是證人 有的人是被告 這個證人被告裡面 今天最亮眼的 大家說兩個 一個是剛剛講的 沈基金的秘書 怎麼會動到了秘書 動到了沈基金旁邊的人 第二個就是 柯文哲的貼身隨護 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是越來越往他們周邊的 相關重要的人去抓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都是最知道 他的行程 那他的怎麼作業 都非常清楚 從你看 開始有司機 租這個所謂沈基金的司機 然後你看今天 這個柯文哲的隨護 還有沈基金的秘書 你看越來越多的這個 這個都往這些人 去集中了一個狀況 你可以要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陳文忠 陳文忠來說他跟著這個柯文哲 從2016年到2021年 剛好橫跨在說 從目前為止媒體 踢爆了這個 金華城的前傳 到目前為止 2021年的 2021年的 金華城的這個變更 到2021年 2021年中間的 北四科的案子 他一定都知道非常清楚嘛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陳文忠 尤其他最後跟柯文哲 鬧得很不愉快 鬧不愉快 對 為什麼 因為聽說他還報仗 扶爆很多仗 被柯文哲抓到 柯文哲對這種所謂仗 要求那麼緊密的時候 他當然認為說 你這個不行 所以他離開之後 他會不會呢 抖出了一些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這個 接下來我們好好觀察 好 剛才老師 今天當然約他很多人 今天約得 冰封29路 冰封29路 約來這麼多人 你說這個東西 陳文忠你覺得是有趣的 陳文忠一直都貼身 他的貼身水務 可是你說他的貼身水務 其實有兩個關鍵的人物 那為什麼今天 檢調單位 專門鎖定陳文忠呢 寶貞哥你看今天找誰 陳文忠 陳文忠是誰 他不是他貼身水務嗎 我跟你講 所有跑真正新聞的記者 都知道 你先從司機跟水務下手 你聞不到那個當事人 市長電話你怎麼打得通 因為打過去也不是他接 都是貼身水務接 以前阿扁是這樣 馬英九也是這樣 柯文哲當然也有他的水務 所以你說 今天有任何人 你要找柯文哲 搞了半天不是柯文哲接電話 你今天不是陳文忠接電話 就是林傳方接電話 所以誰打電話給柯文哲 別人不知道 但他們兩個一定知道 連這組繼續去查對不對 而且把沈慶經的秘書 把柯文哲隨後都找來 把這個在幹嘛 就是沈慶經跟柯文哲 他們可能還沒說 或不願意說的 江戶川客談說真相只有一個 到底有沒有見過面 到底什麼時候見過面 到底在哪裡見過面 他們兩個也許不講 但是貼身水務跟秘書會知道 對 就這麼簡單 但問題是我們今天都要講 陳文忠陳文忠 把他以前仁愛所的經歷啊 柯文哲身邊啊 還有他創黨的時候有沒有 剛剛這個瑞德給大家看的對不對 他就跟柯文哲釋愛嘛 我是柯芬我驕傲嘛 但是他這種高調的動作 後來也引發了問題 到2021年的時候 他就被驅逐出去 出門了 不再用他了 有爆章的事情 大家去看那個新聞 那你找一個已經離開柯文哲 兩三年的人幹什麼 幹什麼 去問他一些 現在還跟在柯文哲身邊 不會講話的人所講的話嘛 來吧 就你看那張照片 我認識柯文哲的隨後 不是陳文忠 不是他 是林傳方 什麼時候 我可以把自己告訴你 2014年的9月11號他就出現了 什麼意思 還沒當選市長 當選市長之後 陳文忠進來了 而且他當主要 每次媒體來的時候 這個媒體注意注意 他其實比較 喜歡在媒體面前 讓大家知道他是 因為他是仁愛所的所長 他是警大畢業 和他身邊有一個 都不講話的 也是仁愛所的員警 警專 你就知道了 所以陳文忠是這個林傳方的長官 但是為什麼陳文忠去 是因為林傳方 來寶健哥你看這張照片 大家一看以後 很多常看新聞 對 對 左邊那個長人都出現 可是為什麼最近都沒有講話 我告訴你回去看那個畫面 柯文哲 8月30號從他們家 金山南路的住家 要離開的時候 講說我要講話 那個時候在他旁邊的人 就是林傳方 還跟著他 然後呢 柯文哲一上車以後講說 我要坐自己的車 誰去把他的車給叫過來 也是林傳方 林傳方是從第一個 一直跟跟跟跟跟 跟到今年的9月5號 9月5號之後 他被歸建回去仁愛所了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被收押了 所以他就不能繼續保護他 林傳方才是跟柯文哲最久 那為什麼不約他 因為他對柯文哲最忠嘛 什麼事情 他反北定跟柯文哲一樣嘛 所以他不會講 那我今天不是講說 檢調他們今天會怎麼樣 這個叫連檢 連政署跟跟跟台北定 他們找到 他們找到Keyman了 如果有什麼事情 是對柯文哲也許不利 我不是說一定有 因為中華民國無罪推定嘛 那又肯把事情講出來的 可能就是當時 離開了不愉快的陳文忠了 他離開不愉快 他離開說不愉快 他怎麼樣離開不愉快 他暴障的時候 當時被找到一些可能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反正他總之 所以他跟柯文哲不說 他跟柯文哲他離開的時候 並沒有愉快 而且第二個 他離開的是2021年 我們現在倒回來看 整個事件 560我通常都不太去講 因為560那個是監察院糾正的 而且桑山就是560 只是他有一塊沒開發 所以林中明一整 強調就是桑山特 不給到那麼高嘛 可是監察院都糾正了 給到560 基本上沒事嘛 所有的問題 我們今天討論進化成 都在於2020年的3月10號這一天嘛 2020年的3月10號這一天 有一個便當會 硬小偉講要開的 然後之後開始往上走 那2020年3月10號 一直到2021年 陳文中離開之前 這一段期間 甚至啦 我就這樣說啦 2020年3月10號之前 如果柯文哲有很多 所謂的批公文 他的行程常會有寫個批公文 他不是批公文 他是有秘密行程的 他就寫批公文 他的行程 一天下來以後 他有三種版本嘛 一個版本是給市政記者的 可能今天就是有三個行程 可是呢 其實他有八個行程 另外五個行程 是給市府裡面 包含秘書長 包含副市長是都會看到的 但還有第三個版本 是他真正看得到的 就柯文哲跟他的隨乎 那當你看到 副市長還有那個 其他秘書人看到 下午2點到4點批公文 可是人又不在市政府 怎麼批公文 他去外面見了一些 他不想要讓大家知道的人 當然不是說一定有問題 只是他那個是 機密的拜訪對象 所以柯文哲有很多秘密行程 而這個秘密行程 只有陳文中 跟林川芳兩個人知道 我要講 任何政治任務 都有秘密行程 只有秘密行程不代表違法 只是他那個行程 不想讓他知道 所以連市府的秘書處 連辦公室裡面的秘書 可能都沒有辦法 完全掌握的這個行程 誰會知道 隨車的隨乎會知道 所以我不是說一定會有事 而是可以看出來 連檢為什麼今天 找了神經濟的秘書 跟找了陳文中 很簡單 他就是希望陳文中 告訴檢方到底 柯文哲有沒有 在他的筆錄當中所講的 我可能跟誰不認識 我跟誰不熟 是不是事實 那陳文中可以把他 從這個2016 一直這樣子跟到有沒有 到了這個2021年 離開的這幾年當中 他所有的行程 如果他有紀錄的話 那因為他以前 在柯文哲身邊的時候 連下中南部買高鐵票 都是他在做的 所以他一定很清楚 買高鐵票都是他在做 對 都在他在做 那可能也因為 這件事情 他離開了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大家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 陳文中他掌握了 柯文哲的所有行程 不公開他也知道 那檢方現在就是要 從陳文中的口中 可能去問他幾個關鍵點 或許他們根據手機的定位 怎麼樣 他有沒有去哪個地方 那因為沒有實證 那就找當時的人證 人證就是陳文中 所以育鳳 陳文中如此重要嗎 還有你的威京小省 都已經關到裡面去了 你今天把威京周邊的秘書 都找來 這個對安晴有突破嗎 還有今天 繽紛二十九路 原來不是只有十路 繽紛二十九路 結果徐甫 徐甫真的是去破局的嗎 好 我們今天來講 繽紛二十九路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亮點 還是徐甫副民主事長 你沒事去那邊幹什麼 對 如果你今天沒有被傳喚說明的話 你根本不應該進到廉政署 為什麼呢 因為廉政署今天來講 以專業術理來講 今天收案 今天收案 如果你沒有被傳喚 你不是一般路人 你是來鬧的 你是妨礙公務 我今天收案 你在那邊晃晃晃 我看廉政署兇一點 就把你帶走了 等一下 你說徐甫是去鬧事的 今天來講 他如果他沒有被傳喚 然後確實 我去查證過了 他今天沒有在約談明談裡面 但你今天廉政署在收案 而且他今天兵分二十九路 弄了十六個人 你在現場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恰當的行為 你剛才講到 你如果 你今天講說跟我沒有關係 跟我沒有關係 你什麼明顯的 你跑到廉政署 你跑到廉政署的拉筆之外 然後你要跑到他的這個收發 你還跑到他這個所謂的這個 接待室 你還在那邊晃了半天 那你如果跟你無關 你應該繼續就馬上離開了 沒有 你還在那邊繞了半天 你還在那邊打手機 你說他是另有土保 這個東西來講 我看起來就是有什麼事情 他想知道 但他沒有辦法透過別人 他得自己親自去 或許是十六個人裡面 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跟民眾黨有關係的 所以呢 副秘書長必須親自去押軍 但是不小心被大家拍到了 所以呢他最後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因為你沒有在約談名單 你又來這裡 你不是他只能告訴大家 跟你講的不一樣跟你講的不一樣 那你到底是想幹嘛呢 你要講清楚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律師 不是吧他就沒有他老婆的本事嘛 他老婆那個銅牆鐵壁 一定可以掰出一個道理的 對所以徐府 副秘書長在現場就顯得尷尬 好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今天民眾黨有人被傳 然後現在目前來講 如果還是證人的話 因為還沒有被檢 還沒有復訊 還沒有結束嘛 你證人是不能帶律師的 你為什麼把律師準備好去的地方 你就算你沒有人被傳去 但你是證人 證人也不能帶律師啊 你用不上啊 所以副秘書長去律師準備好在那邊 律師有沒有用到都要算錢的 你只要他一出動都要算錢的 所以呢我覺得 而且這律師很貴耶 一定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人物 或者是他們以為說有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要把律師準備好 要把副秘書長把他這兩尊大尊放在那裡 這個東西來講才是今天的一個重點 不然你沒有抓到傳媒通知書 你憑什麼去那個地方 你還在手外 然後你們現在這些都是證人 你帶什麼律師 證人不能用律師的啦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你這個東西看下去 你就會知道說今天一定有貓膩 而這個東西弄到了民眾黨 因為徐甫沒有在市政府認職過 對 他夫人有在市政府認職過 那金華城的案子 現在連政署辦金華城的案子 那金華城的案子是誰的案子 是市政府的案子 除非是撞到了 什麼叫撞到了 除非是金華城的案子 撞撞撞撞撞破了北市府的金流 而撞到了民眾黨去 你副秘書長也來了 才需要出來 律師也來了 我覺得應該這個金流是有流到 或者是說這個金流是 流到民眾到 對 是有勾擊到的 不然這兩位大神 是不會在沒有通知書的情況之下 來到連政署 而且被媒體拍到了 還是站在那裡 你就是知道說 你今天來講的話 我一定要在現場 我不處理到 或者是我不能夠 確定什麼事情 我不會離開 不是 如果說跟你沒有關係 你就經過也就算了 你還跑到連政署裡面 你跑到連政署裡面 你還跑到櫃台 跑去櫃台被銀行看到了以後 你還在那邊繞圈圈 這是非常奇怪的 身不入衙門 如果你今天沒有你的案子的話 你去連政署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 連政署不是Seven 不是你習慣去的地方 所以今天來講 許甫應該是今天最大的一個亮點 但是他這個動作 也有可能變成最大的破點 每次都破在他這裡 因為他這個 他每次都是破口 每次都是破在你這裡 每次都是他講實話 對 因為他以前也是我們記者 所以面對同業之間的問答 他都會比較自然的真情流露 他老婆也記者啊 那不一樣 人家已經進化了 人家有新的一個方向了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這個案子來講 查下去的話一定會中 那不是中的話 他們不會需要 許甫跟律師都到 這個東西是他們的害怕 對 這是他們的害怕 另外來講的話 為什麼今天移送到北檢去的 有威精的貼身秘書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 之前有傳輸過一個消息 如果他的司機真的有幫 沈慶金揹錢到澳門 或是從澳門揹錢回來的話 那這個東西你沒有申報 其實這就是吃飯 這就是洗錢 對 那如果今天來說的話 沈慶金真的有把錢 流向柯文哲 那這個錢要誰出呢 沈慶金他不是一個 會從自己口袋裡 拿錢出來的人 他不是說 我今天就是聚商復古 我說會復甲 所以我可以說把錢直接 我家裡的那個 Safe裡面 很多現金我就直接處理 如果真的有這個狀況的話 以他的太陽來說 應該是從公司出帳 所以誰有辦法來處理他的 貼身秘書 貼身秘書 所以呢你對到了一件事情 沈慶金在早自習晚自習 被轟炸了14個小時之後呢 馬上傳開過柯文哲 傳完柯文哲之後呢 柯文哲的貼身隨護陳文中 來到了北檢 然後沈慶金的秘書來到來 你不覺得這兩個 一個是input 一個是output 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一條線 這條線叫金流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們退一萬步講嘛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沈慶金這邊來出帳 出帳的會不會是透過這些 這些同仁 然後呢柯文哲一定不會認 不會認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今天去一個地方 我們講實在的 當了台北市長之後 喪失行為能力 你沒有隨乎 沒有司機 沒有幕僚 我跟你講我看過很多 我下來不知道 不知道走去哪裡的 沒有插樓給你 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 門一打開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呢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今天真的把這條線 給勾出來的話 柯文哲不認的話 那陳文中會不會認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你今天打的這份報告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你要不要認 等一下 你說柯文哲旁邊的隨寫 貼身隨護 每天都要寫報告 柯文哲每天去哪裡 這些人都要交代說 所有的行蹤嗎 因為柯文哲 他可以不用承認 因為柯文哲落選了 這個總統選舉之後呢 他只是一個一品老百姓 我就是個老百姓 我不用問 我不用理你 你問我也可以不用回答 問題是陳文中 他是什麼身份 他是緊職 他不是柯文哲 不是民眾黨 我聘請的私人保全 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同仁 所以呢你被派去當水護 你當然要有一定的一個報告 我今天的一個行程 一個作為 如果今天來講 真的有這個地方 然後檢連懷疑說 這個可能是收受金流的一個地方 那你要不要交代 現在來講 如果問到這一題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招待 你一定會是一個最長的地方 我看覺得他可以給我 這個棉子 是一件多的問題 我們來講 是一件事 我們本身都有在 我會見 的